来自台湾台中市的陈兴进 是四个月前带着青石推广项目来到嘉兴的 入驻两岸小镇青创金股 技嘉职院创业创新富化员后 短段几个月时间 陈兴进不仅拥有了一间专属工作室 还招募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大学生创科 陈兴进表示 两岸小镇不仅为台湾青年提供创业园区 扶持资金 减免租金等优惠政策 还能让他与大陆学生接触 交流后的思维碰撞让他收火颇风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可以跟学生接触 那可以在观念上大家可以互相交流 那会有很大的收获跟成长 就彼此之间的意见交换 那些可能是以前我不知道没有听过的 或是他们没看过的 那去融合出一个新的东西 因为台湾的市场毕竟不一样 那在联合这里的学生的一些经验 包括他们看到的东西 也可以有新的发展 富化园区中目前已有多个 台湾营销策划视频团队进驻 该园区台湾营运方合伙人陈一志 也非常鼓励台湾的年轻人 来到大陆创业与发展 在大陆希望无穷 真的台湾或许以后老了会回去 但是那个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那我觉得就是 如果台湾年轻人 特别是有手工艺的 就手上有能力的 那其实我真的是非常的期待 能够看到很多台湾的40岁以下的都赶快来 此外 在浙江宁波和嘉欣的两岸青创园里的台青 也输出宣导照顾流浪猫狗 以及协助当地学生就业创造双赢 其中有三名爱猫人士 在2018年底落户宁波银州区两岸青年创业基地 创立公司收养了17只猫 透过卖猫砂 猫干粮 猫家具 猫周边商品来盈利 向宁波市民推广以任养代替购买观念 该团队创始人之一郭鸿平表示 到大陆发展既是因为优惠的政策 也是因为看到了宁波的市场与需求 像我们目前的话有受到会台政策的优惠 比如说电珠方面或者是选址上面的补助 还有它会协助我们开公司 那比如说孵化这一块 其实我们也算是海峡两岸基地 比如说现在等于就是海峡两岸基地的示范点 其实宁波这边有非常多的自主团体 在做这些猫工艺 但是我们也发现因为大陆是自主的在做 并没有一个团体在凝聚这群人 那我们其实等于也在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线下体验平台